郭姓通緝犯在路邊被盤查 面對警方問話 男子的回答 讓警方非常傻眼 你剛剛說跟基隆人嗎 發飄嘛 發飄 發飄 這個飄嗎 就一個分子 從事手機殼買賣的郭姓男子 因毒品通緝逃亡半年 每次送貨都以計程車代步 以為可以躲避警方查記 卻栽帶沒系安全帶被逮到 警方再三確認毒品來源 男子卻繼續裝傻 上個月十九號 郭姓男子帶著一大箱手機殼 搭著小黃到士林送貨 被領檢時太過緊張 引起警方注意 一開始我們同仁 誤以為說是不是聽錯了 在我們進一步缺點的時候 就是鬼見鬼的那個阿彪 不知道是不是電影看太多 嫌犯竟然謊稱毒品是阿彪朋友給的 意圖想誤導警方辦案 但想匡騙警方還是免不了 到老李敦的命運 記者葉維林無從事 臺北報導